中共二十大下屆常委令人意外 党章修憲或出乎意料纳入这五个字 我无人机的相机疑似舍至瑞典街头 港府按蝙蝠盒黑夜之神户外放映 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 我是林思铭 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10月22日 星期六 下方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中共二十大在10月22日闭幕 下一届中央委员、候補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名单公布 至于下一届新常委要到二十大闭幕的第二天 也就是23日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才公布 但如果今天公布的中央委员中有现任常委 就意味着它将连任下届常委 所以从新中央委员名单中 也可以预知一部分中共核心层的组成 刚发布的下一届中央委员一共有205人 武律战书汪洋、李克强、韩正的名字 现任常委当中除了习近平之外 只有王滬宁、赵乐际连任 这是令人意外的结果 这个意味着很大概率李克强会裸退 值得关注的是被认为代表团派利益的前任党魁胡锦涛 在20大闭幕仪式上有一个小插曲 联合早报说记者被允许进入大会会场时 看到工作人员正和胡锦涛交谈 随后胡锦涛就在工作人员陪同底下离场 没有参加下半天的会议 胡锦涛离开时和习近平打了招呼 还轻轻拍了一下李克强的左肩 从现场的短片来看 胡锦涛的离开花了相当长时间 先后来了两名工作人员 对胡锦涛解释了很多他才离开 场面似乎有点尴尬 甚至就好像胡锦涛被强行带走 胡锦涛经过的时候 习近平万不惊心地回应他的告别 为何大会要安排胡锦涛在记者入场后离开 令这一幕广为流传 目前是没有答案 网络上也有不少人猜测 胡锦涛拍李克强的肩膀 恐怕就是安抚李克强 要安心退休 或者表达没办法帮李克强连任的遗憾 甚至有人说 胡锦涛不是出卖了李克强吧 王歇山在缺席了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后 终于在22日闭幕会议上延伸 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共元老虽是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成员 李克强留任常委、转任人大委员长 仍然坐常委的第二把交椅 如果消息熟实 李克强裸退 或者是自己的坚持 《海峡时报》 还引述一名 与中共领导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说 习近平严厉打击涉物行为 所以二十大常委改组 严格保密 不要说消息了 连一只污蝇都飞不出来 由此可见猜测下一届常委名单的难度不少 较早前香港南华早报曾透露 原本流任呼声比较高的汪洋 会与李克强一起拿退 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似乎比较高 南华早报还提到 李强可能接任总理 丁薛、李希和陈敏尔也可能入常 明天新任常委就会亮相 外界对他们的分工尤为关注 特别是中纪委书记 如果由习家军主长 如果王小红再出任政法委书记 那么对内对外两个刀把子 都落入习近平的手里边 而习近平政治报告里边的伟大斗争 自我革命都已经出潮 预计党内会血流成河 不过联合早报说 习近平离场时 和曾庆红、宋平简短寒酸 结合王焕宁留任的消息来看 这个是否意味着 习近平和江曾派系 有一次妥协值得关注 中共二十大 22日闭幕的当日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公布党章修正案 外界关注有哪些习近平的论述会被写入 以及是否涉及中共中央组织的修改 早前有不同媒体放风说 已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会被升级为习近平思想 以便和毛泽东思想并列 巩固习近平地位的两个确立 和人民领袖会被写入党章 领袖的称呼明显高于核心 如果人民领袖被写入中共党章 意味着习近平可以终身担任 中共最高领导人 也有观察人士猜测 党章可能恢复党主席制 在中共二十大期间 没有在官媒上看到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 也没有关于党主席的报道 两个确立 确实是获得官方积极宣传 也有多名高官用领袖来称呼习近平 新华社22日一早 报道了中共二十大代表審议党章修正案的消息 算是透露一些有关党章修改的蛛丝麻跡 通稿没有提出党主席制 也没有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 意外的是通稿也没有完全提到两个确立 反而是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 仓促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出现在通稿里面 意味着这个说法可能被纳入党章 成为习近平的一个理论 甚至未来的一个意识形态用语 早前俄军在乌兰使用英十无人偵察机被发现 居然安装了相机大厂佳能的单反镜头 10月20日瑞典晚报透露 这些佳能相机似乎来自瑞典被盗的拆触相机 根据报道瑞典交通管理局表示 近几个月来瑞典各地大约有100多台拆触相机被偷了 但涉拆只偷走了相机 配套的雷达、处理器等都还在 瑞典安全局表示 他们相信瑞典道路上的测速照相机 遭视事件和俄罗斯英十无人偵察机之间有关联 但无法提供更多相关资讯 瑞典估计更换一个测速照相机的成本 大约是25万克朗 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 早在2008年已经上映 影片当时曾在香港取景 获得香港协助拍摄 但最近港府宣布 电影属于青少年及儿童不宜 禁止这部电影在露天场地播放 蝙蝠俠《Dark Knight》 原定在今月27日 在中环户外场地播放 但最终改播铁甲奇俠《Iron Man》 香港民间质疑 港府认为电影妨碍了《国安法》 但多家港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港府认为儿童及青少年也可能经过这个露天场地 所以曾要求主办单位删去电影中的部分暴力镜头 以便露天播放 但主办单位决定撤销申请 电影仍然可以在戏院里面播映 事件不涉及《国安法》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据他所知 香港没有条文规定 青少年及儿童不宜评级的电影 不可以在户外播放 液外编乏合的立法会议员迪志远表示 这部电影暴力程度不高 不涉及政治敏感 港府如果解说不清楚 会带来很多联想 《蝙蝠盒》 黑夜之神 一直在中国大陆禁止上映 这一节新闻已全部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的收看 嗨